戴高帽子 有个人要到外地去做官了 临走前去向老师告别 老师嘱咐他说 一个人在外面做官很不容易 你做事一定要谨慎小心 这个人蛮不在乎地说 这我不怕 现在不是流行戴高帽子吗 什么戴高帽子 就是大面吹捧一个人呢 老师您放心好了 我已经准备好了一百顶高帽子 不管遇到什么人都送他一顶 您想谁不喜欢戴高帽子呀 这样也就不会有人为难我了 老师听了他的话 非常生气地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呢 我们是正直的人 可不能搞这种外门邪道啊 这个人一见老师生气了 盲解释说 老师 其实我也不想这么做 可是现在社会上 有几个不爱戴高帽子的呢 像您这样正直的人 还真不多 老师点点都说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 从老师那里出来后 这个人对朋友说 还没出称呢 我的高帽子已经剩下九十九顶了 人们都知道 当面吹捧是一种不好的行为 可是轮到自己的头上 往往被人戴上高帽子 还不知道呢 可见真正做到正直无私 是多么不容易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